星火护心行是中國星火基金會其中一項慈善項目 目的就是以不同類型的籌款活動 去為中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貧窮兒童 提供手術費用支援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高詠文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參與护心行的經驗 高醫生你好 其實為何你會這麼支持星火护心行這個慈善項目 因為星火护心行主要是幫來地貧困的山區 那些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孩 而據我醫學的知識 這些小孩有先天性心臟病 除了生命會有危險之外 其實會影響發育和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些小孩都很需要幫忙 我司道也曾經參加過星火护心行 去探訪一些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我那次去越北就去梅關古道那裏 做一個淘寶的暴行籌款 和去探訪這些小孩 我覺得這個有雙重意義 第一你親身去到可以見到這些小孩 和知道他們家庭的情況 他的發育的困難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體驗一下一些 我們一些很少有機會去到的 一些中國的一些 譬如回關古道這些 這麼有代表性的一些地方 也都是鍛鍊我們的體力 所以我覺得有幾個意義 我自己覺得很值得我們去 來近八月份會再次有 護心行時線籌款活動 可不可以和大家呼籲一下 希望多些人支持護心行呢 我很希望我們香港的朋友 都盡量去身體力行 參與這個星火護心行 就體驗我們第一 我們對我們平均山區裏面 那些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孩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 也都可以自己去到一些很值得去的地方 體驗一下中國內地的一些地理 以及文化的風馬 今天謝謝高醫生 相信大家看完高醫生的分享之後 都知道星火護心行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八月份接下來 護心行的山區探訪體驗活動 時間就會是八月六號至八月十號 地點就會是雲南省的超通市 主要都是想探訪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以及當地的環境究竟是怎樣 至於截止日期 就會是七月十號 報名費方面 就會是四千五百元港幣 就會包了機票和食宿 至於個人籌款額 就會是五千元港幣 至於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很鼓勵他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去體驗當地的環境 他們的籌款額就會是二千五百元 希望大家會積極參與星火護心行 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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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